我们开始 立位记第五讲 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了 主我们来到你的十恩宝座前 我们感谢赞美着你 因为是你的话语 是我们生命的粮食 让我们每一天 能够得夺主你洁净 圣洁的的话语 成为我们生命的食物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夺成长 得夺供应 我们把下面的时间 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 愿众弟兄姊妹在你的面前 渴慕了的时候 就能够得夺你的饱足 得夺你真理的引导 好让我们行在光明之中 我们把下面的时间 仰望在主你的手中 愿主你的灵来引导我们 感谢赞美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Amen 今天我们来讲的是 利未记的第五讲 也就是以色列人民 他们生活的节与不节 在我们开始之前 我还是比较喜欢 先把这个利未记的一个 大的架构 特别是讲到这个节与不节 圣节与分别为圣 有什么样的不同 那么把这个大的架构 立起来了以后呢 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呢 就比较容易 就不会被这些 繁文鼠节给困扰住了 首先我们晓得 以前我们也讲过 利未记 11章到20章的里面 讲到生活的节与不节 以及这个节径跟圣别的不同 以前我一直强调了两点 就是神为我们节径了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 让我们得着节径 但节径了 并不是代表分别为圣 那么这两个 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我们知道 节径是神为我们所做的 他除去了我们一切的罪 那么今后 我们自己要在神的面前 有一个心智 愿意把自己分别为圣 任何不节径的东西 不要再沾染在我们的身上 让我们分别开来 这两点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个是前面节径 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 后面的分别为圣 是我们愿意把自己 交在神的手中 成为一个圣洁的儿女 我们要分别为圣 所以一个是主耶稣做的 一个是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 摆上的两点不同 那么我们在立位记的里面 看到整个立位记 分成这两大段 在这个立位记 十一章到十五章 严格来说起来 从第一章到十五章 都是生活捷径的条例 我们过去不捷径 那么因为献祭 我们以前讲过了 翻祭 赎罪祭 数祭 平安祭 赎千祭 这五样的祭 使得我们能够 从不捷 成为捷径 那么这里呢 是重债捷径 干净了 除罪 重债除罪 那么第十六章 这一章呢 就是在立位记的正中央 也就是赎罪日的条例 讲到赎罪日 这个是在第十六章 也就是立位记的正中央 那么将这个捷径 带到分别为圣 的一个过程 的一个转据点 所以赎罪日 是分别这两样 非常的重要 那么这个 在新约的里面 我们现在明白了 那是指到 耶稣基督的保险 他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立了一个 成为圣的根基 因着耶稣基督的 十字架 我们的罪 都被捷径 那么这是第一段 那么因着耶稣基督 为我们在十字架上 所立了的根基 我们从此以后 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 在基督的里面 靠着基督 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 那就是后面 这一段的根基了 所以这两大段的里面 是中央一个赎罪日 来分别开来 那么分别之后 立位记的十七章 到二十章 这一段的里面 是讲到一般生活 的圣别的条例了 就是分别为圣的条例 如何过一个分别为圣的日子 也就是我们基督徒 愿意把自己奉献 在神的面前 当作活祭 也就是我们以前 在罗马书里面 十二章后面 所讲到的 开始了分别为圣的日子 那么我们 讲到立位记 整个的大架构在重复的一遍了之后 我们再来看前面的一段了 那么我们以前讲过了 这个献祭 一章到七章 然后呢 后面的一段捷径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看的 在我们今天讲到第十一章 之前 我们还是要再看一下 十一章到十五章 这个生活的捷径的条例 里面呢 分成两大段 立位记十一章到十五章的里面 有一部分 是由外到内的捷径 东西 从外到内 我们要如何的 保持我们的捷径 第二个 是由内到外的捷径 我们如何的保持 内 从内发出的 到外的 的捷径 那么这两段的里面呢 我们来看 从外到内的 是多半都是在 这立位记十一章 里面所讲的食物 我们想到食物 都是在外面 我们把它 从外面 拿来吃 到我们的里面去了 是 中在生活中 外在的接触 进到我们 肉体 我们的灵魂 里面来 我们要如何的防止 不要被沾染 那么另外一段的话呢 从十二章到十五章 这个里面 也就是我们下个礼拜 以后要谈的 那就是由内到外 发出的不解 什么要防止 什么要小心 那么从立位记里面 来讲的 这些从外到内 从内到外 很多很多都是 以物质为主 但是我们今天 在新约的里面 我们要从这个 属灵的角度 来重新的 来认识 什么是从外 到内的不解 什么是从内 到外的不解 那么分成这两段 那么今天呢 我们是着重在 立位记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呢 也就是教导我们 如何的注意 从外到内的 保持生活的捷径 那么立位记的里面 讲到的是物质上的 从外到内的 那么今天我们 在新约的里面 用基督的角度 从新约的角度的里面 我们来看 这个捷径 从外到内 不但是包括了 物质上的 更是注重在 属灵的上面的 的捷径 那么既然是从外到内 在立位记的里面 还是讲到的是物质上的 那么就是吃的东西了 我们对吃的东西 我们为什么要吃 我们吃的原因 一方面是为了享受 享受物质的美味 另外一个是我们肉体的需要 供应 供应 但是除了我们饿了 我们想要吃 得到公益 我们这个觉得 什么胃口好 要吃洋餐 要吃中餐 要吃甜食 要吃咸的 要吃什么 喝的 用的 这些东西 为了享受 除了这两样之外 我们要注意到一点 就是联合 我们吃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从外在的 进到我们的肉体的里面 跟我们的肉体联合在一起 如果说是用一个卫生 用一个医学 用一个营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不就是了吗 我们要吃这个里面 里面有蛋白质 那个里面有矿物质 那个里面有维生素 那个有淀粉质 给我们有力量 给我们分解了以后 成为我们身上的需要 其实你吃什么 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以后 就于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肠胃 就开始分解 分解了以后呢 维他命A 维他命B1 B2 慢慢的都吸收 然后身体里面有需要的地方 我们就开始来使用它 那么这个就是将外在的这些营养 跟我们身体里面的需要 联合在一起 把它变成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所以呢 我们吃东西 我们的目的为了享受 为了供应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一点 是与我们的身体联合起来 换句话说 你吃的是什么 你就种的是什么 你吃的是营养的 你身体就得着了供应营养 如果你吃的不平衡 你就造成了你身体的不平衡 所以 我们吃什么 就与什么东西联合 对我们的肉体上面 非常的重要 这个我想大家在这个医学上面 在卫生上面 在营养学上面 我们都很懂 英文有一句话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吃什么 你就是什么 不是说你吃vegetable 你就像一个vegetable一样 而是说 你吃什么东西 那个东西就会改变你的性格 所以呢 吃素的人的性情比较柔和一点 吃肉的人有血气在里面 容易有这个血气 这是从一方面的来看 但是我们今天 我们在新约的里面 我们来读这一段的时候 我们要强调的 这一点联合 联合 也是在这一方面 很重要 新约的里面 属灵的食物 很重要 什么是我们属灵的食物 属灵的食物 就是神的话语 就是生命的粮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们以前讲过了 神 就是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记不记得以前 我们有提过的 一个是Logos 一个是Rima Logos写在圣经上 我们非常的清楚 Rima也是写在圣经上 但是Rima 特别特别 强调着我们个人 我们个人 今天我们 在生活的里面 我们有什么样的困难 我们求神 主啊 我应该不应该 接受这个工作 主啊 我应不应该 做这件事情 那么神说 可以 神说不可以 神说你要去 要得这个工作 或者是说 你要远离这个工作 那是对你个人的了 那么这些 无论是对于 这个Logos 整体的 或者是我们个人生活 某一方面的 Rima 这些都是我们 每一天生属灵的粮食 我们每一天读经 我们祷告 我们唱诗 我们赞美 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 我们分享 我们彼此的鼓励 这些都是我们属灵的粮食 你每一天跟弟兄姊妹 在小组的里面 在家庭的里面 分享的些什么 那么这就是你属灵的联合 你吃的是什么 你就种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每一天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多多的 分享着神的话语 在神的里面的供应 彼此的带导 彼此的扶持 我们不是说 我们离这个世界 要远离开来 世界有很多的新闻 有很多重要 我们不是完全的拒绝 但是呢 我们可以提提就好了 但是我们不要把那些 变成了我们的食物 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新闻 是制造我们心灵里面的混乱 我们不要被那些混乱搅扰了 那些有毒的 有害的 不良的 我们更是要拒绝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今天独立未继的的时候 不但是来看到这些食物 上面的供应 结与不结 更是教导着我们 在属灵的上面 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在这个小组的里面的分享 我们在主群里面的分享 我们都应该要拿出健康的食物 来彼此分享 不要拿出一些不良的 这些惊慌的 使人烦乱的 搅扰的一些 有毒的东西 小心一点 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再次的 借着这个 我们来注意 我们平常的分享 在这个立未记的里面 第十一章的里面 讲到什么是可以吃 什么不可以吃的原则 讲到很多这个东西不可以吃 那个东西不可以吃 这个是不洁净的 那个是洁净的 你要分别开来 今天呢 我们在新约的里面 我们在认识这些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知道 属灵里面的食物 所以我们要更强调的是 种在属灵的上面 不是真正的物质上面 猪肉牛肉羊肉 什么蔬菜水果等等 我们更要注重的是 在属灵的上面 也就是说我们平常 我们日常的生活 我们读的是什么 你看的是什么 我们看小说 看什么东西 我们看这个 看这些连续剧 我们看的什么东西 你看的电视 你看的手机 你看的节目 我们都要思想 我们读的 我们看的 我们唱的 唱的流行歌曲 我不是说流行歌曲不好 有的时候唱上流行歌曲 那个调调让我们也能够放松 很好 但是有许多许多的流行歌曲 并不是对我们有健康的 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世界里面 换句话说除了读的 看的唱的 我们所思想的 也是一样 我们每一天悲观的痛苦 在那里思想着这个害怕 那个害怕 这个病剧 那个病剧 这个流行性的感染 那个疫情的感染 吓得我们这个也不能动 那个也不能动 很多很多负面的思想 太重的的时候 老实说 那些也有不洁净的 也有很多不健康的 造成我们身体心灵里面有损失的 这些食物我们要少吃 我们最好不要吃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属灵的里面 把它发挥出来 希望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在读立位记十一章的时候 我们特别的注意 以后我们日常生活 所读的 所看的 我们所唱的歌 我们所思想的东西 都要分别为圣 都要分别为圣 所以我们把立位记 重新再读一遍的时候 如何的来使用着它 成为一个属神儿女 有健康身体的人 那么 吃什么 喝什么 在新约的里面 有属灵的意义里 我们来看 哥罗西书第二章 从二到二十三节 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它 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 我们有空的时候 我们回去再去看一看 在那里面强调的是什么 那你说到 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 脱离了世上的小学 为什么人像 在世俗中活着 服从那不可拿 不可尝 不可摸 等类的规条呢 说出旧约的条例 都是属灵的经义 所以这里面告诉着我们 旧约里面所说的 不可拿 不可尝 不可摸的 很多的东西 在属灵的意义 是什么 为什么那个不可以拿 为什么不可以尝 为什么不可以摸 在属灵的 在属灵的里面 有什么东西我们不可以拿 有什么东西 我们不要去尝 不要去摸 这些里面 我们如何的应用 这就开始 教导我们如何的 把它应用在属灵的经义上面 在这上面 我们都要从这个新约的角度 从基督的角度 我们来明白 这样子的话呢 我对我们的身心灵 都能够得作益处 我们就能够明白了 所以读立位纪 对我们说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 属灵的意义 跟属灵的要求了 在哥罗西书二章十六到十七节里面 特别讲到属灵的要求 要求我们在新约的里面 不论是在饮食上 节期上 月术 安息日 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 所以呢 在这里面我们要分别开来 要分别开来 我们今天是在新约的里面 对这个饮食上面 我们不要拘泥在字句上面 我们要有属灵 但是也不要太过于属灵了 就把别人通通打翻了 我们要如何的折衷 要折衷 这个就是哥罗西书二章十六到十七节所讲的 不论在饮食上 节期上面 月术上面 安息日的上面 不要让人论断你们 不要论断 说是完全不守这些 也不要论断 你完全守 我们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造就人 格林多 前书后书的里面 教导着我们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找就人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讨神喜悦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与你有益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荣耀神 换句话说 我们要思想怎么样来荣耀神 怎么样与人有益 与我有益 我们要思想 这个就是智慧了 这就是智慧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 新约的里面 我们看到 形体就是基督 基督就是智慧的源头 我们从神那里 从基督那里 我们要开始学习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 我们都不完全 但是我们都要完全 我们彼此帮助 我们彼此帮助 在马可福音 第七章十八到二十节 主耶稣说到 岂不晓得 凡从外面进入的 不能污秽人 凡 这里讲到 从外面进入的 不会污秽你 所以你吃的东西 不会污秽到人 也就是你吃了不洁的东西 污秽了你自己 但不会伤害到别人 但是什么东西 从你口出来的 那要注意了 那要注意了 所以马可福音那里 讲到了 入口的 只污秽了你自己的肉体 但是你出来的 说出来的话 你会伤到别人 他就用污秽人 这个字眼来分别开来 换句话说 吃进去的 不是污秽人 所以凡物都是洁净的 但是在这里呢 我们也要小心 也要小心 这里所谓的 凡物 指导一切的东西 但是呢 我们一切的东西 也要 分别开来 也要分别开来 有一些东西 不卫生的 对我个人的健康不好的 对家人的健康不好的 我们要小心 要分别开来 对我们个人都有 这个联合嘛 是不是 你把这些细菌呢 把这些不好的东西 有毒的东西 吃到我们的身体里面了以后 让我们的身体器官都会受害的 都污染了 对我个人的身体健康不好 我也要注意 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的智慧 如何的来选择 但是呢 这里有一句 就是凡物都是洁净的 的意思 就是说 你不要 不要被这个就业的条例 所给捆绑 罗马书十四章十四节 凡物 又是讲到凡物 本来没有不洁净的 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 在他就不洁净了 所以有的人认为 我不喜欢吃这个 什么什么东西 没关系 他不喜欢吃 那么你喜欢吃的话 你自己来决定 是否对你有益 有的人 这个东西太火了 我不要吃 因为我身体受不起这个火 有的人说 那个太凉了 对我的身体不好 我受不起这个凉 那么对另外一个人呢 说不定对他可以 所以我们不要去限制别人 由他自己来做决定 这是指到物质上面 另外呢 我们来看提多书 一章十五节 也都是在新约的里面 在洁净的人 凡物都洁净 在污秽不幸的人 什么都不洁净 所以这句话教导着我们 什么是洁净 什么是不洁净 所以第一个 我们的心理 我们的心理 心理要洁净 凡物都洁净了 提摩太前书四章三节 上帝所造 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 感谢着领受 感谢主 这句话就让我们分别开来 什么是结于不结 凡上帝所造的 在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 都能够存着感恩的心 来领受 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 解开了这个立位纪的真理 所以我们读立位纪的时候 要抓住那个真理 不要把一杆子全部打翻了 不要打翻了 立位纪十一章的里面 食物分成五大类 这五大类 哪五大类呢 它分成走兽 水竹 雀鸟 昆虫 还有一个 四竹 用杜甫爬的爬物 其实杜甫爬的爬物 跟昆虫是 在分类学的里面 是这个属于类 大类的 但是呢 在立位纪 把它特别分开来 为什么呢 因为多半多半 这些用杜甫爬的虫 都是有毒的 这里是四竹 其实有多竹 蜈蚣 百竹 虫 这些都有毒的 蝎子 好多脚的 这些都是有毒的 这些蜈蚣 蝎子 很多很多 这个蛇 这些都是有毒的 我们要小心 所以呢 在这个立位纪的里面 他讲到 这个食物的时候 分成这五大类 我们可以看到 走兽 这是在陆地上的 水竹 这是水里面的 鸟 是在空中飞行的 还有呢 在地上爬的 分成这五大类 在这里面 我们读了半天 我们就没有提到 这个菜书 没有提到植物 为什么 我们晓得立位纪 什么时候写的 是当他们正月十四 出了埃及之后 来到了 三个月 来到了西乃三下 三个月 在西乃三下 颁布了律法之后 建造会幕 到了建造会幕 到了正月一号 会幕立起来了 就是一年过去了 十二个月过 可以讲十二个月过去了 十一个月半过去了 十一个月半过去了之后 正月初一 开始了 神在会幕的里面 给了摩西立位纪 从一月一号到二月一号 这一个月的里面 给了立位纪 立位纪里面教导了他们 从此出来以后 你们要出发了 要在旷野里面 旷野里面 没有什么植物可以吃的 但你们进到了 迦南之后 要种植菜树了 但是呢 对于菜树方面 植物方面的食物 多半多半 没有什么争议 多半都很好 当然我们 从中国的这个医学 中医 中国的医学的里面 我们也可以分出 很多很多的植物 里面有这个 分类的了 有的有毒的 有一些 以毒攻毒 作为药品的 等等等等 不过呢 我们在这里 不是在那论断 这个植物 植物里面 可不可以吃什么 这里主要的 强调的是 属灵生命的上面 所以在植物方面呢 多半没有什么争议 所以在这里面 没有把这个植物 放在这里 那么我们来看 这五大类的 分类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到的 很多的地方 从立位纪的角度 我们来看 神是怎么规定的 那么这个地方 其实有很多很多地方 今天在医学的里面 从营养学的 从卫生的里面来看到 神的智慧 实在是莫测 莫测 我们要晓得 立位纪是 离现在 是三千五百多年前 给的 三千五百多年前 什么科学 都非常非常落后 起步的那个时候 大家对这个 医学营养 都没有知识的时候 神竟然 把这个条例 写出来 今天我们用 医学的角度 卫生的角度 科学的角度 来看了的时候 哇 神的智慧 是何等的奇妙 所以 有很多地方 让我们真是 不得不佩服 感谢主的恩典 你要听 你不懂 你就照着 神的话去做 没有错 今天我们都懂了吗 我们今天不是都懂了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东西 还是像这个 沙滩里面的 一粒沙子一样 神的智慧 是莫大莫大 今天我们不是说万能了 我们不是说科学发达了 我们才科学起步而已 知道了一点点 我们知道了 维他命A 维他命B B群里面 有B1 B2 B6 等等等等 还有C 还有D 还有什么 一大堆一大堆的 其实我们告诉你 很多很多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还是在我们的食物的里面 不是等你知道了 你才吃 是你先吃吧 你听神的话 就没有错 在这里我们来看到 神来从这五大类的里面 教导我们 什么样的分别 我们来看属灵的角度 一定要从属灵的角度来分辨 我们不是在这里用这个字句来看的 字句有它的道理 然后属灵的里面更深的意义 走寿方面 在立位记第十一章一到八节里面 有很多的地方 我们不是照字句来分 那么我们今天来读一些 在那里讲到 凡提分两半 导绝 导绝就是反除 吃下去 吃下去以后 它会从一个胃的里面 把它割出来 然后用 再用牙齿 再阻绝 在阻绝 阻绝了以后 再把它咽下去 到第二个胃的里面去 这反除的动物 这种动物呢 可以吃 但是如果提分两半 不导绝的 或者是导绝 不分提的 缺一样 这种动物 走寿 就为不捷径了 所以在立位记的里面 如果说这样子来读的话呢 照字面上来说 什么是提分两半 导绝的 牛 羊 鹿 鳞角 鳞羊 对不起 这几种动物 它们都是提分两半 导绝的 它们有两个胃 它们把东西 刚快就摇摇摇摇摇摇了 吞下去 吞下去以后 然后呢 走路 走到别的地方去 一边走的时候呢 又把刚刚咽下去的东西 再把它倒出来 再阻绝 阻绝以后 再咽下去 要反除 反除 属灵的里面是什么意思 提分两半 提分两半 提是走路 走路的 提分两半 就是告诉着我们 基督徒 我们是提分两半 我们走路的时候 要分别 什么是世界的道路 什么是属基督的道路 我们要分别开来 我们工作 我们有的时候 要到工厂里面去工作 这是世界的工作 我们不能不去做 我们要生活 我不是说不能去做 但是这个 我们的工作 是属于工作 但是呢 我们分别 我们要属神的儿女 我们要分别为神 但有一些工作 那个是有罪的 是神不喜悦的 那那个工作 我们就要分别开来了 所以呢 在这里 我们的工作 我们要与世界分别 很多在工作上面 没有不同 你在一个公司里面 你当一个会计 在一个工作的里面 你当一个主管的 当行政的 你在保安的 做什么什么什么的 分类的 但是在那个工作的 纲位上面 是不是分别为神的 你贪污 你在那里 是不是行义 走私 个人私系 私下交情 这都不合神行义 这就没有 与世界分别开来 那么这不属 圣洁的 所以我们要分题 要分题 提分两半 我们在世界里面工作 但我们不属这个世界 有一个例子很好的 就是船 船在水上 但水不能进入船中 如果水都进到船的里面 这个船要沉的 我们人 就像那条船 我们分别为神 我们要行在这个水上 我们在这个世界里 我们要生活 但是呢 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 所玷污 水不要进来了 世界不要进来了 所以我们要与世界 分别为圣 所以 还有呢 反除 反除的意思就是 我们把神的话 吃下去 但是神的话 吃下去以后 我们要昼夜思想 这就是反除 这就是反除 神的话 我们 读了 读了以后 要思想 要应用 我们在读 立位记的 读旧约的的时候 我们用了 许许多多的新约 这就是在反除 反除 这个就是 分题 而又反除 我们不是呼伦吞 把它吃下去就好了 神的话这么说 对的 我们应该照着去做 但是我们要思想 我们要思想 思想的时候就靠圣灵 来引导我们 所以 真正讲到 走受 什么分题 题分两半 倒决的为 捷径的 其他的不捷径 讲了很多很多很多 这些都是一些 例子 例子而已 真正属灵的 意义的里面 我们要分别开来 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我们明白了以后 我们再去读立位记 我们就能够 更加的清楚 神的话语里面的 精意是什么 水足 水里面的 他讲到了 有灵 有鳍 有鳞的 可以吃 有鳍的 为什么可以 吃呢 鱼啊 有了鳍以后 它不会随波 足流 它是逆流 而上 它能逆流 而上 有鳞的话呢 我们的鳞 那鱼的鳞啊 是保护 水里面 有一些 玷污的东西 有一些脏的东西 有 不能够直接碰到 我的肉体 我要有鳞来保护 那么在属灵的里面呢 就看 让我们看到 有其 就是我们 要随着 我自己的心愿 我要 朝着我的方向走 不是随着水 向东就跟着它 东流 西就随它 水飘的 我要有 我的方向 我们属基督的人 我们要有 基督的方向 如果环境 是逆流的 但我们要逆流 而上 要有我们的目标 这是其的功用 那么有鳞 鳞就是保护了 不受 环境的污染 有很多的 鱼类 海竹的动物 像泥丘 卖鱼 这些呢 圣经里面说 那是不结的 但我们现在 很喜欢吃这些 泥丘 卖鱼 有卖鱼饭 烤的啊 这个鱼烟熏的啊 等等等等 还卖的特别贵 我们不是在讲 这些东西了 这讲的 属灵的意义的里面 这些没有灵 它不能够 保护自己 它被 环境 所包围 第二个 泥丘 鳗鱼 这些东西啊 都在什么 都在 河床 床底下 污泥里面生活的 它不是在 清水里面 生活 那这些 在污泥里面 生活的 这些泥丘 卖鱼 吃的东西 什么 都是泥土里面 的一些 微生物 那是不结的 有很多东西 我们现在 都晓得了 那么这个 科学 这个 工厂啊 排出来的 有很多很多的 这重金属 排到海里面去 河床里面去 那么这些 泥丘 鳗鱼 在河床底下 它就吃什么 就把这些 重金属 都吃下去了 那么你 在吃这些的时候呢 那么中毒了 中毒了 慢性中毒 所以我们在 科学的里面 我们看到 神在 三千五百年 以前 在讲这些的时候 其实都 包括在内了 都告诉了我们 这些东西 不要多沾 他没有跟你讲 那里面有 拱毒啊 那里面有 重金属啊 这个东西 都有细菌啊 那个有什么 没有 但是告诉你 有灵的 有气的 可以吃 无灵的 无气的 这些东西 在 你都少吃 另外我们也 晓得 螃蟹 龙虾 这些 消费 这些消费 他们也都是 这么 在河床底下 都在 河床底下 都是吃这个 河了 海了 沉淀 在河床底下的 一些 不节的 的东西 那么很多 重金属啊 有很多 污脏的 东西 他们吃 吃的又 对我们的 身体 都不健康 现在医学 里面也发现 我们 有的人 家庭的 里面 也说过了 这个中医的 里面 也说了 在怀孕 的时候啊 不要 多吃 最好 不要沾 这些 什么螃蟹 龙虾 蛤蜊 这些 都少吃 有很多 孩子 在怀孕 的时候 这个 父母啊 喜欢吃 贵重的 龙虾 螃蟹 吃好多 好多 结果母亲 吃了这些了 以后 有的时候 孩子很容易 过敏啊 有很多 就有了 缺陷了 这个是 有很多的 例子的 有很多 例子的 所以我们 看到神的 智慧 实在是 无穷啊 在三千五百 年前 没有这样子的 知识的时候 神就规定下来 你这么做 就对了 所以 犹太人 在许多的 瘟疫的 里面 他们 能够保存 不受 感染 或者是感染 比较少 的原因 就是因为 他们的 卫生 他们的食物 很注重 这些是一些 例子 我们来看 雀鸟 飞的 里面说的 有一些 飞鸟 是 不要吃的 就是 耗食 死尸的 飞鸟 吃 腐败的 食物的 飞鸟 讲的 秃鹰 乌鸦 乌鸦 什么都吃 垃圾堆的 旁边 乌鸦 飞了好多 都在树上 等着 他们都吃 那不结的 那么这些呢 都是 吃了这些 不结的东西 以后 有细菌 有污染 有容易 传染病 那么 使得人 就吃了这些 都会得病的 所以这些 神说 不结 所以在物质上面 卫生方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呢 这里 属灵的意义的 里面也告诉着我们 有一些朋友 有一些人 我们要远离 那些人 什么样 一天到晚 就是 讲这些腐烂的 不结的 的话语 思想 我们要纠正他 帮助他 救他脱离 不能帮助他 小心自己 不要被感染 有一些鸟类 神认为是 不结的 好在夜间 活动的 为不结 像猫头鹰 这个夜鹰 蝙蝠 那个时候 说到 这个疫情 新冠病毒 什么 吃蝙蝠 拿着一个 小小的例子 但是呢 真正的 讲起来的话呢 这些东西 都是 属灵的里面 就是讲到 我们人 一个人 一天到晚 就是在 这个 黑暗里面 活动 这个夜间 不是指的 半夜 不是指的 这个太阳 下山之后的 晚上 指的是 黑暗里面 见不得人的 行动 一天到晚 都在那 见不得人的 生活的里面 活动的人 你要远离他 你要暗昧的人 说话 磨灵 两壳 不是光明 正大 这种人 你要小心 小心 不要 多焦 还有一些 鸟类 什么 雕 老鹰 小鹰 等等 等等 这种呢 都是什么 凶残 的 非情 神认为 不接近 这些 非情 什么样 好 攻击别人 有的人 讲话 毫不客气的 对人 很凶的 动不动 就是一句话 就戳得人 受不了 这种人呢 我们 教导我们 自己要小心 我们不要 做这样子的人 能飞 吃生命 种子的 鸟类 都是 洁净的 这就是 能飞的 是空中 飞翔的 我们是 熟天的 儿女 我们是 能飞的 我们要 吃生命的 种子 生命的 粮 这是 讲到 神的话语 我们每一天 我们吃什么 你就是 做什么 You are what you eat 在这里面 告诉我们 我们 不要去 跟这种 凶残的人 一起 一天到晚 去攻击别人 我们也不要去 做一些 暗昧的 的事情 我们应该 光明磊落 我们要 熟天 要熟天 在这里面 讲到 昆虫 昆虫内 有足的 有腿的 可以奔的 可以跳的 都认为 是捷径 为什么 有足 有腿 奔跳 就是远离 地面 远离地面 那爬虫的 那就是 肚腹 就贴在地上 贴在地上 一天到晚 就体贴世界 体贴这个 玩乐 那个游乐 我们好像 离不开这个世界一样 就爱这些喜好 这样子的 都为 神所 喜不喜悦的 其实很多 从卫生的上面 来讲 爬肚腹的这些 都是一些 很多 有毒的 蝎子 蜈蚣 蛇 等等 所谓的五毒 这里面 很多五毒的 里面 通通都是这些 都是这些 所以我们要注意 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 注意的是原则 原则的要求 有四类的 动物的食物 有五类 不洁净的食物 前面四类 加上这第五类 这些 我们要分别 那么今天呢 我们用属灵的角度 来看 我们是属圣洁的子民 我们应当如何的去做 这里教导着我们 历维基 十一章的第四十四节 我 耶和华 是你们的上帝 所以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们要如何的保持圣洁 我们吃的东西 也就属灵的食物 不要去看 沾染那些不洁的东西 食物 是直接的进入都府 与我们的生命联合 但有一些东西 是器具 是间接的 间接的 这些食物 是吃到我们的肚子里面 器具 我们不吃的 但是我们摸的 我们要用这些碗 用这些筷子 用这些刀叉 用这些盘子 我们要来装食物 那么这些东西 我们要洁净 要洁净 同样的 这里也是教导着 我们在生活的上面 我们有一些 使用的东西 我们要保持洁净 十一章是说到远离不洁 实际上 这一章里面是告诉着我们 严禁死亡 我们交朋友 我们的工作的性质 我们生活里面的接触 我们都要寻求 如何的保持我们的圣洁 所以前面所讲的食物 器具 现在所讲的这些器具 都是与我们的生活 属灵里面 新约的里面 保持我们的捷径 旧约的里面 起到了木器 有一些衣服 有一些物件 桌子 椅子 等等等等 跪厨 这些 若不洁净 怎么样 要用水 洗 到晚上 才能洁净 这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 常常的 要用 神的话语 生命 的灵 来洁净我们 我们只要接触的事情 物件 做的事情 用的东西 我们生活 每一件事情 我们走的路 我们生活 都要被神的话 来常常洁净 那你旧约的里面 讲到瓦器 瓦器的里面 有一些东西 不洁净 那么瓦器的东西 你可以换的 那么不洁净了的话 打破 因为瓦器这个东西 尤其是没有 没有这个瓷釉 把它封住的话 瓦的里面 有缝隙的 那么细菌什么 很容易沾染到里面 这个瓦器 你表面上洗干净了 里面很容易沾染 不洁的细菌 那么 在鼠灵的里面 也告诉着我们 就是说 我们有很多东西 我们要常常 在神的面前 靠着十字架 来破碎 破碎这一切 不要 不要了 要牺牲 你打了一个碗 这个碗 不接近 我丢掉 宁可丢掉 不要再去洗了 洗也洗不洁净了 你换一个新的 换一个新的 要舍得 要舍得 这里都是有 属灵的意义 还有泉源 蓄水池 所以用的水 我们现在不像现在 现在我们打开 自来水 自来水的话 那个水龙头 那个水呢 从我们住的地方 的附近 那里有水库 水库都有消毒 那没有问题了 过去呢 是打水的 从河里面打水 又这个井水里面打水 这些水打来了的时候 都不接近的 那么当天打来了 当天用 你不要放到第二天 因为细菌 第二天就 从一百 到千 一万 的生长 这个到了一百 我们身体吃下去了 我们可以抵抗 到了一万的时候 这个就会害病了 害病了 所以呢 在这里面 他有他这样子的目的 那属灵的意义里面 也告诉了我们 是什么 那么另外最后呢 讲到这个尸体 任何死的东西 都是不接的 那么我们 小心 在生活的里面 我们所说的话 所做的事情 与死亡 接触的 我们不是说不提死 不是这个意思 是说有一些 会带来死亡的 有毒的 有病菌的 有伤害别人的 让人家的心 死掉了 这种话 都不应该讲的 我们要鼓励别人 要帮助别人 要让人家有生命 要让人家 有喜乐 有平安 这就是告诉我们 如何的分别 什么是死的 有尸体的 我们不要 所以从这里面 我们从属灵的角度的里面 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 我们就能够知道 如何的来读 立位记 我们重新再读了的时候 就能够得着里面的亮光 愿弟兄姊妹 我们大家能够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原则 如果讲的有不清楚的地方 有不完全的地方 我们放在祷告的里面 在这个交通的里面 我们来够彼此的分享 愿圣灵来教导我们 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 主我们来到你的死恩宝座前 我们献上感谢 一切的立位记十一章 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分别为圣 我们是属你的儿女 今天我们吃什么 我们就成什么 主啊 今天你让我们看到 我们今天我们吃的是什么 吃的是属灵的灵粮 是主你自己给我们的供应 让我们要分别为圣 我们不要吃这个世界上面的一切 无言无诙语 骇人的混乱 搅扰我们心境的这些话语 让我们能够远离这些 让我们能够守洁心情 让我们也能够供应 我们的弟兄与姊妹 我们的家人 能够在主你的活泼的道路的上面 能够得夺你的供应 得夺你的帮助 得夺你的力量 我们感谢赞美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我们等一下就开始要 主日崇拜了 你们有很多人都要回去了吧 谢谢 有什么地方不清楚的 谢谢传道 谢谢 谢谢 微信 或者是电邮 我们来讨论 再见 再见 神祝福 神祝福 再见 谢谢 谢谢传道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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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